相信大部分人在学车的时候都是学习的手动挡车型吧 不过有些人正是在驾校里体会到了被手动挡支配的恐怖 于是乎买了自动挡的车型 手动挡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手动挡和自动挡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绝不仅仅是换挡方式有差别那么简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肯定会有很多老司机劝您买车的时候 买手动挡的车型 理由往往是开会了手动挡 那两种换挡方式都能掌握 此话不假 不过自动挡对于新手来说 就是一个不用换挡不用踩离合的高级脚大车 不过讲真的买了自动挡车型 还有多少机会开手动挡车呢 这样的担心多少选择也是多余了 手动挡换挡的过程相对来说的确更麻烦 对于很多懒人来说 他们自然会更容易选择自动挡 不过手动挡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驾驶乐趣 离合刹车油门挡杆的多层配合 驾驶汽车最纯真的乐趣就在于此 其次大部分自动挡车型比手动挡更加舒适 因为换挡不需要人的介入 所以换挡更加精确 不会出现换挡时突然掉速又急剧提速的情况 顿挫感较小 而且开自动挡的车没有离合 行驶在拥挤的城市道路上 自动挡的车开着肯定要比手动挡更轻松 这也是自动挡车型最大的优势 总之两种换挡机制各有千秋 并不能说谁一定比谁更好 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 在我看来 这两者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有人喜欢白天的阳光明媚 有人喜欢夜晚的幽暗深邃 你更喜欢哪种变速箱呢 好 好 咱们 好 咱们 这个 好 咱们